对呀,女人,你等我一下,我把太阳涂上 她松开了抓着池恩恩的手,跑到了画板前 从一水的儿童涂料里精准地找到了黄色 用水笔粘了一点,涂在了画板上 圆圆的太阳月染纸上 池恩恩从来没有想过她在这方面有艺术天分 惊喜地弯腰凑到她的身边,明眸亮晶晶的 宝贝,我送你去学画画好不好啊 搞不好以后她家池宝贝能够成为文明世界的画家呢 池景晨拧了一下小眉头,侧过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 不要,我不要学画画 你不喜欢画画吗?我觉得你画得很好啊 池恩恩不解了 被自家女人夸奖了,池景晨想得意又碍于面子 酷劲十足地放下了画笔,镇定地说 不喜欢,我只是跟着霍叔叔随便学学 这样可以和霍叔叔当好朋友 随便画画就能画成这样,更说明有天赋呀 池恩恩不舍得她浪费了这么好的天赋 犹豫了一下问她 你喜欢什么呢? 数字 池景晨淡定地从板凳上跳下来 小小的漂亮脸蛋已经可以看出些许立北角的轮廓 颇有从容强大的感觉 我喜欢数字 特别是钱上的数字 数字啊 池宝贝看她茫然的眼神,恨铁不成钢地说 就是钱呢 女人,等我长大了,我会赚很多钱 比隔壁老王还要有钱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我都买给你 她才五岁,小豆丁一个 振振有词的承诺却让人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小孩子 池恩恩严重怀疑 池宝贝是跟着她穷怕了,才这么爱钱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纠正她这一点 眼神纠结地蹲在她的面前 可是,我花不了多少钱呢? 怎么就花不了了? 你看看,你们女人买衣服要钱 买首饰要钱 擦脸要钱 买包包要钱 和朋友喝水要钱 女人真是太麻烦了 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等你老了,指不定还要去医院修炼 梁青就说她妈妈经常去医院 那叫什么 嗯,嗯,啊,拉皮 拉皮贵死了 何必老王那么帅 你以后肯定要经常去拉皮的 我得给你存着 痴恩恩无语了 见她越说眉头拧得越紧 还不忘扫了一眼她的胸前 小凤眼无比的嫌弃 还有你的胸 那么小 生了妹妹 肯定还要买奶粉 隔壁老王到底是看上她家女人什么了? 她当然觉得她家女人最好 其他人都比不上 不过 像她这么有眼光的人太少了 隔壁老王居然能从一群丑女中发现了她家女人这一颗 裹着沙子的珍珠 这么看来 隔壁老王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痴恩恩被她嫌弃的恼羞成怒了 捏了一把她的小脸 不劳你操心了 我不拉皮 痴宝贝 你一天到晚脑袋瓜里都想这么多 会长不高的 我担心你要再这么下去 小若真的要比你高一个头了 到时候小若肯定会狠狠地嘲笑你的 长不高就是吃宝贝的死穴 一戳必定会炸毛 果然 她一下子就弹了起来 不可能 我肯定会长高 就在这时 书房的门开了 痴小姐 小少爷 饭菜好了 请准备用餐了 原来是霍益安排了京志愿上车之后回来了 痴景臣腮帮子鼓得高高的 小脸都气得发红 还在炸毛中呢 痴恩恩可不敢再惹她了 赶紧借着这个机会查开了话题 宝贝 走 洗洗手吃饭去 哼 她别开脸 都不想理痴恩恩伸出来的手 纷纷不平地往外走 霍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妄想无可奈何的迟恩恩 压低了声音问 痴小姐 小少爷怎么了 他没事 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他不该戳小家伙的痛处的 特别是用韩小若和小家伙做比较 不过 痴宝贝有一点比他爸爸好 货管家 你不用担心 他最多就是气一会儿 一会儿就忘了 这样啊 货益没有放在心上 提醒他 痴小姐 绝业在外面等您了 您快点哈 今天有您爱吃的松鼠桂鱼 凉了就不好吃了 好 痴恩恩起身 弯了一下眼睛 我去洗个手 他慢吞吞地洗了手出来 一大一笑已经坐在餐桌上了 豪宅用的是欧式长形餐桌 佣人们立在了旁边 水晶灯和餐桌上的玻璃杯相映成灰 奢侈高贵 丽北爵周身贵气 一举一动 无不是贵族礼仪的最佳饭本 明明吃的是中餐 他漂亮的用餐动作 让人有一种他在吃高雅西餐的感觉 吃宝贝小归小 这方面和丽北爵有的一拼 背挺得直直的 用餐动作也标准极了 吃恩恩真不知道他没有教过他这一方面 吃宝贝怎么会做得这么的标准 看来 电视剧里面有一些高贵的家族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 专门敬亲结婚也是有道理的 遗传绝对是存在的 不然怎么会有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的孩子会打动的俗话呢 女人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快过来 快过来呀 我给你加鱼尾哦 吃宝贝果然是一个不记仇的小朋友 吃到好吃的了 转眼就忘记了吃恩恩之前 踩了他长不高的痛脚 巴巴地把鱼上面最好吃的肉 夹到了他的碗里 他食不言寝不语的小贵族形象 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他家吃宝贝就算是个贵族 果然也是最接地气的抠门小贵族 吃恩恩忍住笑 走了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 低头一看 碗里面果然多了一个鱼尾巴 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颊 眉眼弯弯 谢谢宝贝 吃景晨搞不明白 为什么女人都那么爱捏他的脸 他家女人是 安心阿姨是 情男阿姨也是 他不喜欢被人捏脸的 一点都不男子汉 他悄悄咪咪地往旁边躲闪了一下 避开了吃恩恩的魔爪 提醒他 女人 你快吃吧 吃恩恩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 松鼠贵鱼酸甜可口 外焦里嫩 尝一口就知道 是出自米其林大厨之手 鱼香四溢 一点都没有鱼的腥味 他享受地闭起了眼睛 心情好极了 连胃口都变得好了起来 一连吃了两碗米饭 才意忧未尽地放下了碗块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